需要等號 那前刮虎跟後刮虎其實差別在刮虎改一下就好了 所以我們先把一樣是在那個第三列來做 因為第一列裡面沒有刮虎看起來會怪怪的 我們先第一個先猜完數 那因為剛剛有用過 所以我習慣用最近使用過的函數 me的函數呢 那test在前面 所以告訴他說在A3裡面幫我做什麼 star number 貼上前刮虎 因為就是在前刮虎的位置加1 所以把前刮虎的位置加1 ok 那我們就前刮虎的位置 把它加1幫我找找看 然後呢第二個是什麼呢 要幾個字 後刮虎 所以你貼上之後 把這邊把它改成後刮虎 把它改成後刮虎 減掉前刮虎 所以減前刮虎 再減掉一個字 ok 這時候看一下結果對不對 第三屆冠軍沒錯 按個確定 好 再來的話ifl 所以ifl怎麼辦呢 把剛剛的公式 不包含等號的部分剪下來 再插入一次函數 找到最近使用過ifl 把剛剛的公式就是value貼上 如果這個的結果 發生錯誤的話 幫我變成沒有 就兩個雙以後 就是幫我清掉的意思 ok按確定 理論上這樣 向下填滿 放開 ok了 向上填滿 因為上面還有一個 所以把它向上再填滿一個 因為這邊也是沒有這個刮虎 所以保持空白 ok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理論上我的習慣 反正再複雜的這個邏輯 一樣 我就分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反正先做完之後呢 最後呢 再用剪貼的 剪下貼上 剪下貼上 反正管它有幾次 反正剪下貼上 但是呢 在ESALE裡面 如果像比較複雜的東西 聽說真的 用函數來做 真的反而不適合 為什麼 因為邏輯太複雜 你在同一個儲存格裡面 哇 打這麼多邏輯 太麻煩 即便做對 也是很花時間 而且 錯誤的機率也蠻高的 所以像比較複雜的邏輯 我反而建議用VP來做 反而用VP來做 會簡單許多 那如果以這一題來看 我希望 比如說以之前講過的 這後面其實都可以刪掉 所以這個做完之後 刪掉 那請各位把 剛剛做的這個東西 再複製一個工作表 H名稱叫什麼 叫聚集好了 做完 把這個刪掉 那各位可以複習一下 之前也講過 就是 H我可以怎麼樣 假設 錄製一個聚集 是 叫 刮鬍 刮鬍自串聚集 按下去 自動幫我做完 另外一個是清除 這個也複習了 所以 你們可以錄製聚集 先彩排一下 應該還記得那個動作 1 所以我先錄製聚集 那聚集名稱的話 叫什麼 這個 刮鬍 假設 刮鬍自串聚集 OK 假設這個 然後就 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 就開始 你錄下來的動作 就變成成 不能亂錄 按確定 1 油標先放在B2 上面打個勾 向下填滿 好 錄完了 1 停止錄製 2 的話 油標再放外面 再錄製一個叫什麼 也許叫清除 清除聚集 因為名稱 因為前面我們好像 VBA也會用到這個名稱 所以 名稱不要用一樣 後面多一個聚集 按確定 那清除的話 油標放這邊 Ctrl Shift 向下 然後Delete 好 完成 停止錄製 這個時候的話 我們會有兩個 一個是 一個是刮無自算聚集 一個是清除聚集 當然你可以執行看看 執行OK 然後這邊也是執行OK 好 那就是再來怎麼樣 把它插入按鈕 一個叫刮無自算聚集 一個叫清除聚集 好 所以這邊的話 把這邊 直接貼上 然後 這邊 複製一下 因為為了要讓按鈕一樣大 比較簡單的方法 我習慣是 直接用貼的 指定聚集 那這邊要清除聚集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 再來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 剛剛的動作 全部都OK了 那差別是說呢 我們其實是直接把 那個公式 等於是再把它丟到儲存格 它就執行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那個錄製聚集 的複習 這邊的複習 那做完一樣呢 我們會需要 什麼 再複製一個工作表 叫VBA 那VBA部分的話呢 實際上呢 也是會有兩個 一個是按按鈕 一個是制定函數 就剛剛講的嘛 那只是差別 就怎麼樣 在VBA裡面的邏輯 其實可以跟剛剛一模一樣 剛剛做的 其實邏輯一模一樣 但是會有差別是說 在Excel裡面的 函數名稱叫Fyne 可是在VBA裡面 用的函數名稱 雖然功能一樣 但是名稱不一樣 我們可能需要 改一下名稱 像之前那個 Excel裡面叫TES 在VBA裡面叫Format 不過其實好像差不多 待會的話 會把Fyne 改成叫INSTR 另外一個函數 MID的話一模一樣